收拾好就生了 我挺顺利的 有的人要收拾好多遍也不生 我就恨不得她没出来呢 我就快生出来了 我感觉都等不及你了 快 我说你俩快点 然后二胎收更快 医生就说工作来了优劣 然后我就优劣优劣优劣 完了一停以后 我说你拍她 你拍她 你拍她 我就一直在那直挡 对打了高机位呢 对 她在这调整机位 然后完了医生说 来来来来 工作使劲 使完劲以后 然后又说 哎呀 你怎么不拍拍她的反应 因为我想让我妈拍到她是什么反应 学舞蹈的女生生孩子都这么快的吗 苗苗与郑凯这对新婚夫妇 在综艺节目 《妻子的浪漫旅行》中 分享了刚刚经历的生育过程 苗苗透露 在自己生一胎的时候 郑凯跟自己的亲妈妈 都拿着摄影机在记录 因为苗苗很想看一下 想记录一下 这个小生命诞生的重要过程 可是在真正生产的过程中 郑凯与妈妈 却一个两个都不见综艺 完事后才知道 郑凯与妈妈 都因为要出镜特别兴奋 都跑去厕所里整理发型 好笑的是 郑凯还跟丈母娘抢厕所 两人都争先恐后地 要梳妆打扮 没想到的是 苗苗的生产过程特别顺利 还没等郑凯准备好 苗苗还没过一会儿 就已经顺利地产下了小娃娃了 不仅如此 二胎的时候 苗苗也觉得特别快 甚至于是觉得更快 来 顶碗顶碗 来 顶碗顶碗 掉了反正不管啊 哇 好棒 哇 好帅 这个东西就得第一眼挑中 越挑越花眼 就第一眼 看中哪个就是哪个 医生说 工作完了用力 苗苗一边用力 还想着要一边指导郑凯 暂时停下来以后 苗苗就立刻反应过去 摆成郑凯的机位 但工作再次反应的时候 苗苗还使劲地 边指挥妈妈 要去拍下郑凯的表情 友谊说一 苗苗这孩子生的 有点过于轻松了吧 有日有余四个字 完美形容了她的状态 就连苗苗后来看视频的时候 都发觉自己不像是在生孩子 而是一个现场指挥大决的大导演 欲心只想统筹全局 指导机位 生孩子啥的都是后话 不得不说一句 像苗苗这样的女孩子 娱乐圈特别少见了 不矫情也不做作 真的是很可爱很漂亮 苗苗的颜值 以及脾气扁性 都可以说是娱乐圈的 一股清流了 怪不得郑凯 这个夜场小王子会收心 想必也是被苗苗的容貌 跟才华吸引了吧 众所周知 苗苗是些跳舞的 她的特长就是跳舞 曾经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 《芳华》里一跳成名 春节嘛 能够早一分钟回家 就是开心的 老婆我回来了 所有人都为她的舞鸡沉迷 于是乎 也有网友好奇 郑凯是不是也被苗苗的舞力吸引了 才下定解心结婚的 即使不然 郑凯结婚前并没有见过苗苗跳舞 她头一回看苗苗跳舞 还是在综艺 妻子的浪漫旅行上 随风翩翩起舞的苗苗 看的郑凯那是一个心花荡漾 要是早点看见这一幕的话 想必郑凯的三拍都已经出生了 要知道 郑凯的婚姻观 一直都是反正演员为基础 郑凯认为低眼相中的比较好 什么东西都希望是一眼挑中 看中哪个就是哪个了 不然会越挑越花眼 看苗苗跳舞 郑凯还不由自主地单膝下跪 用满满的仪式感的低碗动作 适应苗苗加棒 做一个头上顶碗的动作 果不其然 自然经过盘子的苗苗 很流利地就秀起了操作 苗苗的舞姿 让在场的所有嘉宾都目瞪口呆 要么说凯哥现在伯有面子呢 家庭幸福美满 就是最值得炫耀的事情 新春佳节之际 正开上了四十同堂过年的喜讯 郁淼淼淼在浪漫的烟花下相吻 特别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